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短暂的 大家因为常常在做这些文资的现场的时候 常常就是怪手已经准备要过去了 你要赶快去申请到我们的收取到足够的 可以让他可以去做 有战地古籍身份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因为你必须提出相关的市政 才有可能去让文化局或是文化部这边 去做出相关的一些材势 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短暂的资料收集的大赛 这些资料 如果大家有看那篇文章里面就有提 它可能来自各种不同的政府的资料库 可能包含了可能是像有些老照片 或日日新报 或说一些政策性的刊物 可能你要去各个地方去收集到各种这些相关的资料 假设它不是开放资料 算一下你可能还会有各种层层的难关 还要去想办法去取得它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其实像我自己本身 当时在参加台北机场这个议题的时候 那时候就试着是找了非常多各自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可以看到的资料的地方 还有当然像比方说我们有去参加一些公厅会 这些公厅会我们也回来 然后志工把它全部打成竹字稿 为什么不打成竹字稿 因为打成竹字稿之后才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搜寻 跟做一些分析 那就变成是说 这些相关的东西如果假设没看到 像有一些规划的资料 我们明明就是看不到 然后我们就一起跟文化部去争取说 这些东西理论上你要公开 我们才看得到 我们才可以去做 你才可以公平的去做一些对抗 那当然有这些资料呢 有什么有这些资料以外呢 你还需要做什么呢 其实这些资料是呢 你可以真的去在这些资料去做一些 把它载下来做一些延伸的利用 跟做得起来去做一些交叉的分析 你才可以找到你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 文字倡议的一些fighting 那其实我就会觉得开放资料对我来讲 就是我觉得它重要点在于说 因为常常我们要做一个议题 或关心一个议题的时候 它常常不是从一个资料库 可以去看到这些全部的事情 你要怎么把这些全部大量的资料 给载下来 甚至去用程式做一些串联起来 这件事情呢 那开放资料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我自己会这么觉得 它是我自己在做文字抗争的时候 有所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因为基于这些开放资料 或说各种不同议题 有这些开放资料的时候 我才有本去跟别人说话 那就是说 同时因为当这些资料 像过去我可能我们在 就我们连我过去参与的这些倡议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这么把它会做一个统一的 做一个整理跟公开 它可以让每一个在现场做讨论的人 甚至你有兴趣关心这个议题的人 可以平等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讨论 所以我为什么会 为什么我自己会对开放资料呢 就一直都很关注这个议题 甚至呢把它当作是我 就是自己本身在选择工作 跟选择职业上的一些选择 那自己就刚才有提到 就是除了就是刚才前面的倡议可能是兴趣 那其实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工作 那我自己在2019到2023年的时候 是参加就是文化部底下一个计划 叫国家文化记忆库的计划 大家其实期待的是说 让常名的文化呢 可以进入到国家的资料库里 鼓励大家用CC的公开 他们就是在地一些文化的资料 或一些研究 那像我去年其实就有带着 就是六个不同的社区 去做的就是他们在地的饮食 或者说这些社区也有可能是 有新著名的也有本地的 也有就是原住民的 大家呢去把他们的饮食 就是制作过程 还有采集的过程 还有呢就是做出来的东西 还有吃的心得 都做CC授权的公开 对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吃很多 然后也公开了很多资料 对 那其实呢在过去这份工作里呢 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现场的对话 大家为什么觉得开放资料 还有大家今天可以认真 可以去稍微去研究的原因在于说 其实呢 开放资料是现在其实在各个 大家在政治相关的一些议题中 会越来越常见 像我们常常过去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常常在做的事情 实际的现场就是 圈圈立委来涵要整理说 我们要不同族群之间的 开放资料的比数有多少 他就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资料的盘点跟整理 那或是说我们曾经遇到了另外一个现场 就是说会说有一个民众 他就写信给所长的信箱说 为什么就是某个资料库中 就是偏偏找不到某一个乡镇的资料 他就觉得 哎我的乡镇为什么被国家给遗弃了 对 那接着呢就是其实 另外就是说 我们还问过遇到的一个情形 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事的 对 有一个直辖市 他就问说 那现在的议员在叼说 他们开放资料太少 那他们就会很主动的说 那我们可以再多导入一些吗 我们可以再多建立一些资料进去吗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在 因为我知道现场大概有七成是政治系的伙伴 那其实呢 就今天呢 假设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啊 其实大家就发现就是开放资料这东西呢 其实已经涉及到你们可能工作的很多不同的一些层面了 那其实如果你了解开放资料对你来说 就是其实呢 跟大家讲就是开放资料可能是你未来的职业 或你的政治事业 然后你真的想要去做议题工作的人啊 都很需要去了解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哦 好那讲了这么多 那到底什么是开放资料呢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取用的是一个 就是开放资料的五星的这样的一个 五星的一个结构 就跟大家去认识 就是说这五星的这个标准 逐步的让大家去认识 就是说开放资料是什么东西 那在什么是开放资料 那台湾在书发部里面的定义是 就是如果你是以OGDL1.0或CC-BYE 或是C-BYE-SA 或是CC-0 或是以OFL开放资情授权 释出的东西 都就是释出东西之后 它就可以达到开放资料的最低的标准 这是以台湾的台湾的书发部的定义 那在台湾呢 关于开放资料呢 有一些对应的法源 那大家可以去看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政府资料开放平台的左边 这边有看到有列出这些法条 那其实就我们长期在做实际上的倡议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形是怎样呢 其实除了左边那些法条以外 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法条 会关系到政府愿不愿意去做开放资料的公开 比方说就是里面有提到的像一个规费法 比方说有一些主计人员呢 他会拿这条来跟大家说 如果我公开了 我这个机关就没有钱可以赚了 那为什么我要公开这些资料呢 那其实呢 他们很担心影响到单位的收入 然后甚至有主计就会跟承办人呛说 如果公开了 到时候我们机关不赚钱呢 是要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对 怎么会常常遇到这样子很实际上呢 这样一个面 那所以大家看到其实就 就那个整个开放资料 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倡议的时候 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各种法条之间会相互冲突 跟跌床架位的情形 所以OCF我们其实长期在 目前有在做的就是一些 做一些 开放资料一些法治化相关的议题 大家如果 我们今天提供的资料里面有一题 就是关于在讨论 就是开放资料法治化的一个议题 好那到底从一星到五星呢 到底这些开放资料的差异在哪里啊 那就自己过去在政府机关里面 协助他们的过程中啊 其实大家如果好好认识这五星 其实你就可以比很多政府机关的官员 厉害跟懂非常多了 那其实从最基础的一星 就是单纯的公开出来 就是符合刚刚前述的这些条件 刚刚前述有提到这四个条件 你这个四个小店以上呢 去公开出来了 其实你就可以说它是公开资料 开放资料 那接着呢一路到就是上面呢 用LOD做出来之后 可以用连结去做出各种不同的 很有趣的一些应用 然后面就会逐笔的从一星 介绍到五星给大家看 好那一星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单纯的以资料呢 单纯的把资料以开放授权给公开出来 那以这边呢 我们在目前画面中所举例的这个 如果大家回去可以点这个简报的连结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笔呢 是在我之前前公家的国家文化技库里面的 马祖文化竞技 它呢其实公开是一份这样的一份报告 可是这份报告它怎么公开呢 它把它整本报告扫描成一页一页的公开出来 那在这样子的公开出来的状态之下呢 其实呢 某种程度就是单纯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没错 大家可能未来要做这些相关研究的时候 是可以知道说有这一页的 那名言说你可以去最基础的 可以看到 可是呢 你可能还是要想办法才可以 才可以去用里面的内容 因为它里面的内容是一些文字的 是变成图片的一个文字的内容 那接着呢 二星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去基读 可以去找到用机器读的方式 什么叫基读 其实基读最简单好理解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你用你的全文搜寻 可以搜寻的到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可被基读这件事情 那像Excel啊 或者说Word啊这些软体呢 你也可以去用全文搜寻 可以搜寻的到嘛 所以它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个 可以被基读的 像我这边举的例子就是一个 道路交通事故的报告的相关 最近应该交通事故非常的夯嘛 这个议题就是 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它政府所提供的 就是提供一个Excel 大家在Excel里面 就有不断的去更新这些相关的资料 那当这个资料又更好的话 可以怎样呢 它可以以一些开放的格式 比方说像Jason 或者说CSV 或者是这一类的开放的格式 那这些开放的格式是指说 它不一定你的电脑 可能不用钻特定的软体 就可以打开了这样一个格式 就属于就是属于开放格式的地方 那我们以文资局为例 文资局它的资料都是有 就是都是以那个Jason的档案 来Jason的格式去做释出的 以这样释出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文资局的网站呢 其实内部跟内部 跟文资局底下的一些机关 他们都是用这个开放资料去做沟通的 同时呢 像比方说 像以这边画面中的讲到 有一个叫历史地图散布 这个地图 它里面也有去落点了 非常多各地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相关台 各地的一些历史建物 或是一些古街的东西 它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串的 刚刚讲的前面的这个资料库 当你用Jason的资料库 Jason去做资料 公开资料去做 公开格式去做这样一个串接的时候 来自我们民众呢 就有可能去产出各种不同的 这样的一些应用 那接着是世新的地方 世新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去连结到一笔 特定的资料里面的一个 特定的某一个可能纸项目 那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那像这边有讲到 加通部有提供一个 TDX的一个运输资料 一个流通服务 它里面就有去提供 这种等级的一个资料哦 这种等级资料是什么 举个例子 举个具具体的例子 就是大家连假刚过 或母亲节刚过 可能对于国道APP 有看过的APP 就是大家如果要返乡或干嘛的时候 都会去各种各种国道APP 就是在那边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 它平时都是串接回去 我们交通部的原始的资料 那比方说像我们的公车资料 大家如果有用过 就是台北等公车这类的服务 这类的服务其实 它里面呢 刚才讲的 因为它是世新的资料 你可以串接到某一个特定的定位 所以像比方说 这是我自己有在用的一个叫做 Bus加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它其实就穿接到每一个车站 甚至每个车站 它哪一台公车还要等多久 这件事情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对应的时间 那世新的资料呢 就可以做到这么细致的这样一个东西 甚至它可以拆解成各种不同你想关注的一些面向 那最后呢 就是五星的资料 五星资料其实是它资料本身呢 可以很自由的 可以做一些串接跟使用 那台湾呢 比较少有政府有做到这个层级的资料 那以国际间来说 Wiki Data 应该是做的最 所以大家常用Wiki嘛 常常用Wiki的时候 大家应该会看到Wiki右手边都有那一个 类似那种资料框的内容 现在呢 Wiki它右边的这些资料框呢 背后呢 其实有一个东西叫Wiki Data 它去处理这种五星的LOD的资料 它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的格式呢 可以达到什么事情呢 像看右手边 我们常常看到 它左手边是它原始资料的形态 右边呢 是它其实实际上 我们呈现在我们Wikipedia的时候 会看到右手边有各种不同的方块 就有这些对应的这些数字 因为这些数字 可能常常会因为我们有一些政策的改变 或怎样的一个状态 会有些数字的更新 我只要动到左边 全部有串接他的人 右手边的全部的资料 都会一起做一个更新 因为它是用LINK的方式去做 去做这样的一个串接跟使用的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牵移法共全身 可以改一个地方 你可以去做到处都可以改变 那其实大家会知道 其实你要做到这五星会超困难 因为你其实要做非常多繁杂的事情 可是你要想它其实会很方便 就是政府机关如果 它只要动一个地方 全部地方都可以跟着一起去做 联动的话 其实会省非常多的时间跟金钱 那像右边的Google的 大家有看到Google的资讯 Google的资讯官 其实也是回头 它要去抓 有哪一些Wiki公开的这样的LOD的资料 去自动产生 右边的这样一个资讯官的 所以五星的资料 其实如果有这样的资料 对大家来讲 其实都会相对是比较方便的 那其实追逐这些星星 我们可以说它追逐这些繁星 其实是理想 可是它绝对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因为一定是从一星 慢慢的一路爬上去 慢慢的逐步的公开之后 才有可能爬到 变成五星 那么公开的相关的资料 那台湾哪边可以找到一些开放资料 当然就是政府资料 开放平台可以找到 那有一些部会等级的资料 大家可以搜寻部会 加上开放资料可以找到 那当然各厢各厢县市政府 也有一些各个厢市政府 等级的一些资料的开放 那为什么有开放资料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最著名的例子 应该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一个就是视觉化预算表 其实它是透过这样的 一个视觉化的方式 可以去做很明确的 让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预算的分配这件事情 那像Ronnie 之前请你来跟大家分享的Ronnie 他有弄了一个 去串接各厢市的 老检的一个公开资料 可以去做一个 求职上的建议的求职小当手 那其实我自己会这么觉得 你有开放资料之后 我们不管什么议题 其实我们可以跟 才会有机会 这一支有机会而已 跟政府去做一些 比较相对平等的对话 那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接下来因为其实大家做作业 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当你要从日常生活 有一些简单的open的思维 可以去稍微的导入到 自己的生活之中 比方说你可以用CC 设置你的智慧 你写完报告的时候 你就尽量用CC的方法 去做一个开放 甚至你要抛出你的著作权 也是OK的 那接着就是具体的 有资料的思维 去结构化的 用表格的方法 去整理你的一些相关的 整理或讨论 那最后一项就是 避免你用PDF 去做一个最终资料的储存 你要想起来 如果你用纯层PDF 当做你最后资料的储存 你可能日后自己 要去取用你这个资料 都很困难 因为你可能就会 因为PDF存的时候 会把你原本的换行 或什么东西给拿掉 你觉得自己要用 都会很困难 如果使用CC这件事情 大家不知道 怎么去使用CC释出的时候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我们CC授权的选择精灵 你点进去就可以知道说 你资料应该要选择 哪一种对应的一个授权 那什么叫做有资料的思维 像左边 假设我今天长期 我有在关注一些议题 我有在去收集一些 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用一个表格 去整理 然后我可能像左边 像左边这样去做整理 大家看到就是有标题 来源 就是基本上会有一些 对应的这样的一些 你可能会像左边这样整理 就把资料全部 就标题跟内容 直接整在一起 今天如果你有资料思维的时候 你应该就会像右边这样整理 你的标题 网址来源跟日期 其实都是可以分开的资讯 因为常常有一些长官 或说你的老师会说 左边这个牌板比较好看 可是实际上 右边这个呢 你这个资料才可以永久 你之后自己要应用的时候 都会相关于比较方便去做应用 而且其实像Google Shoot 它可以输出成Jason的格式 像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就会自己常常整理一些资料 输出给大家 让大家去做 做使用 大家刚才记得前面有讲 如果你输出成Jason 基本上你可以直接到 三星的一个开放资料 好 那最后 好 这有两支影片 因为时间不够 我这边就没有具体的 直接去跟大家讲 看这两支影片 这两支影片其实是 SeekCount这边过去 曾经有开放释出我们开幕的动画 释出开幕动画之后 释出这东西有什么好处 大家可以长出 因为我们是用SeekC授权释出的 大家之后可以长出各种不同的引用 像我们右边就拿来做成游戏里面的 就是音乐游戏的一个普遍内容 这边最后就跟大家免疫大家 其实从一些新生活中的小地方 你就可以开始 就是有建立一些开放资料的一些思维 好 OK 好 那就是鼓励大家 我们开放自己的创意吧 好 那最后把时间交给我们的Clear这边 来跟大家做一下开放政府的介绍 刚刚燕子就是用非常扎实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开放资料的定义有什么 那那个take away 大家可能后续在做自己的专案的时候 在参考我们的简报 我们课后会提供 那大家就可以回去复习 我知道刚刚其实知识的密度非常扎实 所以想先跟大家对话一下 那这边就是不管是不是政治系的同学 你选修正门课就是对参与市民族有兴趣吗 那想问就是 不管说你读政治系是为什么 或者说你修这堂课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对参与市民族这堂课有兴趣 那为什么会想要修政治系的课 是想要比如说 可能过年的时候 你亲戚都问你 你读政治系是要干嘛 是要选举吗 还是当公务员 因为我自己就是政治系毕业的 我很能理解都会被问这个问题嘛 好 那我们政治系老师应该都会跟你们讲说 是要学就是政治就是众人知识 那众人知识要干嘛 我们就希望他走一个民主的模式嘛 那就是民主就是我们一直在倡议 在希望重视的价值 那也是正门课在讲参与市民主 他想要表达的就是怎么样透过公民社会可以更加参与这个政治决策的过程去落实民主 那这其实就是开放政府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大概用10到15分钟 跟大家比较像是轻松的去讲解这个观念 那带大家就是了解说开放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 他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就是只要你想要在一个就是有权利的地方去透过开放 透过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决策的话 他其实都可以适用开放政府这个价值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开放为什么重要 那以及就是像个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就是在讲开放政府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一个具体的方式来实践 那这是一个现在国际的新标准 那我们台湾具体到做到什么样的进度呢 那最后的take away就是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说 我身为一个政治系的学生 或者是说我身为一个关心社会议题的公民 我可以怎么样关心开放政府 好 那这个政治系的学生可能就比较有感觉啦 就是应该我们通常都听过像是审议民主参运式预算 或者说世界咖啡馆这种讨论形式 他就是希望透过大家多多对话 那可能是一个议题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分辨厉害关系人 那怎么样有结构去收集大家的意见 促进对话之后把它融入到政策讨论的一个过程里面 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公民参与 那当然这个图就是比较是理论的啦 就是他在讲说那政府他怎么样跟公民对话呢 从最低阶的是政府讲什么希望公民社会听什么的操纵 那一路往上就是真正落实民主政策的规划和执行都是深的由民间主导 公民是真的拥有决策权是这个政府真正的主人 那这就是公民参与阶梯在讲的理论 那前面都比较抽象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老师林子伦老师是这样子归纳 那就是在政府跟公民社会怎么样去共享这个权利 他把它区分成三个阶段 那我们一直在讲开放 开放嘛 那其实开放有不同形式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政府比较习惯的形式去召开专家座谈会 那当我们要推出一个政策的时候 政府他们选择咨询的对象 就是一小群固定的专家 那所以就政府只有聆听这一小群专家的意见 然后把它纳入政策的就是政策的参考流程里面 那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 政府更有意识的希望去开放 可是他开放的东西可能会是说 政府决定这个哪些资料级要开放 那提供在哪里 提供给谁 那就是可能他不是全面的开放 而是由政府选择我怎么样开放的 那这就是第二阶段 在讲了开放政府资料透明 他也许还不是这么接近 我们这几堂课一直在讲的 就是公民跟政府在第三阶段 他们是可以协力执行的 那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以刚刚燕子在讲的开放资料为例 那也许在前面第一个阶段 是政府选择要开什么资料咯 然后我去选择 我觉得会有兴趣的专家来问问他们的意见 那到第二阶段呢 比较像是说好 那政府知道民间要多一点资料 那我就开多一点资料级嘛 但是怎么样开放放在哪里 还是主要是政府自己的决策 那到第三阶段就是我们一直在倡议的 就是希望说 我们不要都坐等政府决定 我们希望就是在源头 政府决定要开什么资料级 用什么格式释出 像刚刚燕子讲的嘛 开放资料也有分一星到五星 那如果我们民间可以在第一阶段就跟政府讲说 我们希望你释出的是五星的资料哦 那这就是第三阶段 我们政府跟民间是可以协力去执行的 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说 像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或者他叫做join平台 那可能一些同学有听过 那这都是比较像是 比较积极展现政府跟公民对话的一个形式 好 所以刚刚不论在强调开放政府有什么嘛 他其实可以就是归纳成四个元素 就是透明参与克责跟含荣 好 那时间有限我们就不看定义 那就是直接看 就是跟大家可能比较会有感觉的 那口罩地图我们上一周有讲过 那选这个案例也是 就是大家应该都经历过三级警戒吧 那个时候口罩一度很短缺 那我们上周讲的很快 那这一周就用这个案例来解析 他为什么是符合开放政府的精神的 好1月28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出现口罩荒 那到2月2号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网友 他叫Howard 他就就是因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需要买口罩 可是买不到 很不方便 于是他第一版的地图 其实是靠大家去回报 就是你 就是你家附近的超商药局 还有没有在卖口罩呢 可是你也知道 就是这个时间的回报差 可能会变成 我10分钟前回报 我家那边的7000还有卖 等你去的时候就扑空了 他很不方便 但是他的需求量还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接下来呢 唐凤他就是发掘 就是这个需求 那时候是 就是政委 那政委他就去协调 政府部门相关的资料级的拥有者 是健保署这个机关嘛 那健保署就去开放相关的资料 那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开放政府在讲的透明 你把资料开放出来之后呢 民间他们就可以各路好手 有兴趣的人 或者是甚至一些企业机构 他们就把这些资料拿来运用之后 做各种价值的程式 例如说像最后大家 新闻报道都有看到的口罩地图 他就是透过公民参与的部分 去把这些资料再次的应用出来 然后让人民可以快速的去取得 那或者是说有些人会习惯用LINE啊 Telegram啊 这些社交软体去直接询问机器人说 我要直接去哪里买口罩 最近呢我就不想看地图了 好那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走传统的模式呢 可能会是我们民间在一月底的时候 大家都怨神战道说 哎政府怎么做那么烂 我要口罩都买不到耶 那如果按照传统的流程 公布们可能会就是觉得 啊就是我被骂了 怎么办我要赶快就是 发出一个解决方案 怎么办我发标案 那发标案大家应该多少听过 就是我们行政的流程有很多嘛 那就是等到你发标发标案出去 然后民间厂商去执行之后 也许是几个月了 两个月三个月 这都还算常见的标案执行的流程 好那两三个月后 就是通常大家已经骂爆了嘛 那那个口罩可能就是 口罩荒的问题 也透过输出或其他问题都解决了 那这个时候你发的标案做出来东西 要怎么应用 它就是时效性不够嘛 那时效性不够 民间可能就是也会觉得说 政府做的好烂 所以就是传统的应对模式 可能对于口罩地图 这个案例来讲就是不适合的 好那这个案例我们先跳过 那就是所以在口罩地图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就是政府释出资料 那民间快速的反应 它最后可以符合民间的需求 那但是 为什么还有美中不足呢 那口罩地图这个案例 其实大家有很多讨论 它如果只是昙花一现呢 如果今天唐凤没有坐在那个位置 然后开放资料让大家出来运用呢 那开放政府这个案例是不是就是偶尔有爆点的时候 有公民参与的能量的时候才做得到呢 那或者是说那个参与门槛这件事情 那就是假如说很多政策只有就是放在网路上讨论的话 那是不是只有会上网的人才能够参与讨论 那这个行政程序是要讲说 那就是刚刚讲到了说 那如果只有在上位者他们有这个意识去做资料的开放的时候 我们才能达到开放政府的话 他就不是在一个体制的流程里面嘛 或是今天上位者想到 我需要去问民众意见的时候 他才问 或者说他被要求了 或怎么样 那这就可能会造成公务员的负担 那如果大家以后想要当公务员的话 那可能也会去在意这件事情嘛 如果我今天上头是要我多做一件事情 他是增加我的业务量 我当然是苦不堪耶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想是 我们在制定政策流程在执行之前 就去把民众各种专家都找进来讨论的话 他最后是减轻我的业务量的 所以他这需要更好的一个流程的设计 那是让民间跟公部门都是双赢的 好 那刚刚都是在讲 就是为什么开放政府很重要 那也讲到一些缺陷 就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变成体制化的流程 所以呢 就是开始出现开放政府伙伴联盟 这一个国际的标准 那他就是由78个会员国 和76个城市会员创立 他就是要分享一套说 我们怎么样把开放政府这个东西 放到我们的体制流程里面 那全球大家就像一个同彩的读书会 我们互相分享我们是怎么做的经验 好 那他们有一个官网 那就是这个流程就带大家稍微看过而已 这毕竟比较抽象 那就是我们在开放OGP的体制里面呢 就是会有政府跟民间组成一个MSF 他是多方利害关系人的论坛 那这其实这个代表的委员会呢 会是一起去研理说 我们的开放政府应该要是怎么样的承诺事项 我们的政府在这个执行的期程里面 他觉得他第一步 就是或者第一届可以做到什么 那目前台湾就是在执行第一届的 这个OGP国家行动方案 那我们在那个执行中的过程里面 那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说 就只有公司协定定好承诺事项 政府就自己跑跑跑执行 都不知道是好是坏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独立审查的机制 那独立审查机制呢 会邀请第三方的专业研究人来评估 那同时呢 就是在评估的尾声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这一个评估的结果 纳入下一届的承诺事项撰写的参考 那这就是一个就是完整的OGP的流程 那目前呢 台湾的架构是就是采用OGP的这一个标准 去走了两套体系的行动方案撰写 一个是开放政府在行政院体系 方面各个行政机关 他们定了自己的承诺事项 那另外一块则是在立法院这边 关于就是立法院的意识 那要怎么样开放更多的公民社会可以参与 这个是在开放国会这一块 好 那其实OGP他在畅导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要透明 要公民可以参与 那参与之后 就是资料取得了 我们公民才可以去平等的对话 刚刚一直提到 所以我们才可以去克责 好 所以OGP其实具体就是要各国政府去做到支持公民参与 那像刚刚就是亚威分享的说 我们要使用数位科技去做到更多的民主开放 这其实也是OGP在讨论的 要增加对新科技的采用 好 实现我们去要求政府开放更多资料 要让民间问责 那就是什么叫不是会员呢 其实台湾因为不是联合国的关系 不是联合国会员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在OGP这边 并不是目前不是正式的会员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采用OGP的 这个行动方案标准 来执行我们的承诺事项呢 那就是前面一直讲的 就是希望政府跟公民的关系 可以是协力合作的伙伴嘛 那其实我们在之前就是不管是公共政策网络平台 或者是说大家那个前几周听到 像是开放政治现金 我们其实都有做很多开放政府 关公民参与的案子啦 为什么还需要OGP 那就是希望就是把开放政府的 这个整个精神价值 它不是只是一个体制外 当当主权者想到的时候才能够开放 而是一个可以就是让公务员的体系 他能够把它变成预设的流程 所以他更根本的是希望去改变我们的文化 好 那最后一张简报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那就是这些抽象的东西 我要怎么样去关心呢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热血公民的角度 我会推荐你去看 就是像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就是Joying平台 那上面会有很多公民他们提起 就是想要讨论的公共议题 那超过一定人数联署之后呢 主管机关就必须回应 那Be Taiwan呢 也是一个就是由下而上 民间可以去抛出一些议题 去讨论的一个网路平台 那最后Joying平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嘛 因为前几周都听过他们来讨论 那这边有蛮多跨领域的人 会来讨论说 我们对于现在公共议题有什么不满 那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观察到 大家各路公民参与的点子 那如果你是希望成为一个置业的话呢 就是其实台湾有很多审议民主的NG哦 像是热潮民主 那台南新亚也有做很多在地台南相关的公民参与的专案 那当然开放文化基金会就是我们 那我们就是也一直在推动台湾的OGP的行动方案 那我们也有收那个暑期的实习生 所以欢迎大家来投稿 那就是最后就是行政院跟立法院的logo 就是想要表达说 大家以后如果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话 其实你们也是实践开放政府很重要的人 这样子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